大家好,今天呢是一个十月爱用品的视频 我是跟上一支视频就是我的购物 服饰类购物一块拍的 然后现在已经换上了我上支视频 就是说过的这件衣服 好,那我们说一下十月份的爱用品有哪些 其实我十月份有很多爱用 然后包括KIKO的唇膏那个 我就没在这里面说是因为我打算之后做一集 就是试色 就给大家看一下我的KIKO的9系列的一些唇膏 好,那我们今天还是和老规矩从非美妆类似开始说起 第一个呢就是答应给大家说过的 就上一支空瓶子给大家说过我洗内裤的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了 这个是小林制药的 然后一个专门用来洗内裤的 就是洗女士内衣的嘛 它是一个是味道非常好闻 二是很容易冲干净 不会有那种残余感 三是它就是消毒杀菌 不刺激 女士内裤一定要一要洗的干净 二要通缝两干 三要不刺激嘛 就这些东西这个都做的很好 而且我每次就是非常方便 那沾湿以后 挤这么一滴就可以搓出很浓密的泡泡来 然后也非常好冲干净 不会有很多残留什么的 就是又有一些 大家懂得有一些清洁剂 它容易有残留 上洗内衣内裤都是用香皂洗嘛 肥皂洗衣皂洗 就这个是我刨去洗澡以后觉得是非常好用的东西就推荐给大家 然后日系的东西呢大家应该也放心就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差错 好就是这个 然后呢是这个牌子叫维尔德还是叫什么 就是一个母婴德国的牌子 然后它的母婴类是比较出名 这个呢是一个盐的牙膏 大家知道在德国找一个不含服的牙膏是多么多么辛苦的一件事情 对终于被我找到了 就是它 它是没有不含服的牙膏 就是很多非不含服的牙膏呢都是儿童牙膏 我并不是排斥儿童牙膏 我自己本身也特别喜欢用儿童牙刷 因为它的刷头比较小就觉得刷起来比较细致 对就是那种边边角角里都能刷到 然后但是牙膏呢我就是想如果有成人牙膏的话 我干嘛要用儿童牙膏 然后后面被我找到了这个 就是比较难找 它呢是有盐颗粒状的 就是它的颗粒是非常明显的 它是盐的 然后是非常非常明显 我竟然跟跟面霜似的是在手上 就是你这样搓开以后它的盐颗粒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不是那种能就是溶解的 就颗粒就不像那种比如说搓泥玉宝之类的颗粒 或者磨砂膏的颗粒 你经过这样子皮肤揉搓以后可以吸收的颗粒 它就是一直在的颗粒 所以你就要束口把它束掉的这种 磨合感的牙膏 就是我当时闻这个味儿 并没有觉着它是咸的 但是它的颗粒的确是存在 你刷在嘴里以后才是咸味儿的 并不像我之前小时候那时候流行LG的竹颜牙膏 它那个就是你洗完了 就是你刷完牙之后你跟别人说话 别人都能觉得你中午吃盐吃多了的感觉 但这个不会 这个就是普通的薄荷牙膏 就是很普通的 不是奇怪怪的牙膏味 就是很普通的 很牙膏的牙膏的薄荷味 然后配着大盐颗粒 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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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这只牙膏 而且它是铁皮包装的 它有一点就是给你说明了 必须干干的上牙刷 就牙刷不需要沾湿 然后直接刷 这个就是写在背面 然后用那个加粗体 特地著名 其实我自己刷牙 就是一向是直接刷 就是自己不束口 就是我刷牙之前 不会先束口 就直接把牙膏挤在干的牙刷上 直接刷 刷完牙才束口 对 那么这样呢 好像是可以增加牙齿的摩擦力 表面的摩擦 然后使牙刷更干净 对 然后清洁力更强 是这个 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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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牙膏 这块牙膏 如果在德国的时候 记得去DM里找一找 好 接下来呢是 富兰的这个薯 这个我已经用完一瓶了 但是我等到下支控瓶子 给大家推荐了 所以我这支爱用品里 就一定要先给大家说 它真的很好用很好用 是我的女神Melody Buller 对 她推荐的 然后那个 我自从我的Melody女神 就是怀孕开始 更经常的分享 她的孕期和小孩的心得以后呢 我就没有很追她的视频了 但是我有一天 把她的一个晒宝宝的视频看过以后 哇塞 我的女神感又回来了 她就是一个晒宝宝的一个视频 我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愿意看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去关注 Melody Buller 它上面的口没有拆 是因为我身上都直接这么拧 然后这个是第二罐了 你看刚刚刚刚刚开始用 嗯对 非常非常好用 它不能说是最不刺激的 就是它 其实 贝德玛米它更不刺激 就是它其实还是有一点刺激的 但是你并不觉得它是浓利 就是那种强烈的刺激感 没有 就是很舒适的使用感 然后卸的也非常干净 味道也很好 多于找到一个替代品 或者更更好的产品的一个 嗯 一个非常非常好用 我团了四瓶 对 微博我也发过了 图片会贴在旁边 好 接下来终于说到彩妆产品了 那我们从体积大的开始 首先呢 我是买了两盘 那个BH Cosmetics的盘 一盘呢 就是 就是一盘是非常非常有名 它的 那个合作版 这个叫 这个是和 凯利贝勒合作的一个眼影盘 嗯 它 这盘眼影盘 有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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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YouTuber 都分享过 更不是最近的了 就是可能好几个月以前 已经有人分享了 我这个后知后觉的呢 我才买 而且这盘眼影盘是 嗯 完全不打折 又涨价了 就是它 比上市的时候 又涨价了很多 然后 嗯 而且它不参与整个网站的 折扣码的活动 就是它可能有一个 九折的码 但是它完全不参加 这盘 给大家看一下 非常漂亮 是 其实我自己啊 真是不大舍得 我只用过两三次 但是这个盘子 太漂亮了 就是每一个颜色 都非常暖 非常warm tone 非常非常 两部都特别女神的一个 特别女神 特别有亲和力女神的一个盘子 然后 真的是超漂亮 所以在这一集 那个购分 这一集爱用品 中生是迫不及待 给大家分享 还有这一盘 想看这两盘试色呢 朋友呢 希望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然后我可以 试以试着尝试化一个妆容 或者是 顺色给大家看 因为我这个 本身自身水平 在技巧方面 真的是水平不是很高 然后都是自己瞎化 所以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 就是 记得留言告诉我 我好像看 没有很多YouTuber分享 就是这盘这个 和星空盘是一样的 但是那个紫色星空盘 好像更多人喜欢分享 这一盘不知道是 最新出的还是怎么样 它就是烘焙的 然后每一个 是不是很漂亮 每一个颜色都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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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看 对 而且这个很显色 颜色也做得很好看 它的星空盘 好多人分享 然后 图片我会贴在旁边 大家应该都见过那一盘 就这一盘 我看呢 好像是 似乎比星空盘使用 它的价格是一样 但星空盘的颜色 就是眼影颜色更多一些 选择更多一些 它真的是 超级超级显色 是很显色的 那个 眼影 再试一个颜色 这一盘呢 就是又美又显色 它的粉质就是这种 烘焙的腮红吧 那粉质就不是很细 但是我觉得 在我这个 化妆技术水平没有很高的情况下 不适合晕染和叠加 就是 一般就是用一个打底色 然后上一种颜色 花单色眼影的效果就可以 就是也还不是特别 不日常或者不常用的东西 接下来呢 我们说刷具 我这次呢 入了几只刷具 就是斯福兰的官网上 就是它的自营刷具打五折 然后这怎么能不入啊 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机会呢 一定要入几只 然后我 这里呢 我挑了三只最喜欢的刷子 跟大家分享 就是他们都非常非常好用 然后非常值得买 也非常常用 第一个呢 是62号刷 62号的一个平头的粉底刷 我当时 刚拿到这个刷子的时候 它其实毛是很紧的 就是很 就是比较收紧的 然后吃粉力度是比较强的 然后我洗过两次之后呢 它的毛就四散开了 然后我就并不是很喜欢 它的毛就不够密集了 但是它 这个刷子 62号刷子 也是它的经典的刷子 因为61号刷子 我抢不到 就退而求其 次买了62号刷 61号刷子更有名一些 就是作为一个粉底刷来说呢 是好用的 非常好用的粉底刷 然后它就是 大名鼎鼎 果然就是不负重望 很好用这个刷子 它打圈刷的那个刷痕 是非常浅的 我自己非常不喜欢用刷子的原因 是因为我皮肤太干 就是刷痕 粉底液的刷痕呢 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我自己就更喜欢用海绵 或者Beauty Blender 或者是气垫粉饼上妆 然后就 这个呢 就是我用起来的效果还不错 就推荐给大家62号刷 然后我买了一个 这个尖头的火竹苗形的这种刷子 这个是58号刷子 我这是我第一款用的火竹苗的刷子 就我之前的刷子都没有这个形状的 然后我就这次就试了一下 这种刷子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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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用 然后就非常适合刷那个PK107 或者刷眼下的东西 就是稍微一战 就是一折 或者是眼下定妆的时候刷那个透明的散粉 非常非常好用 因为它的细节 细节就做的比较精致 然后它的接触面积比较小 所以你可以刷得很细微 并不像那个大刷子的话呢 你的范围比较大 并不能就是完全focus在细节上 所以这个刷子 这个火苗形的刷子非常非常非常好用 而且它的毛也非常不错 就是毛做的是很精致的 因为有一些这种火竹形的刷毛啊 它有很多毛病不是切面是完全光滑平整的 就是它可能有几根 就是并不是正常的裁剪方式 所以它就会斜斜的 就是做的不够精致 然后这个就是做的是很精致的 就是58号刷子 接下来呢是一个 这一支这一支 这两支我都是洗过给大家看的 这一支没有洗 所以就有点脏脏的 然后这个是我的修容刷 然后这个是82号刷子 这就是Kabuki刷子 这是82号的刷子 然后它是一个有切面的形状 这个也非常好用 因为你这样刷修容的时候呢 非常贴你这个下巴的这个合度 用起来非常棒 侧面侧面的这个毛也非常软 非常贴 就包括修饰发皮线的时候呢 上手都非常舒服 然后毛也很很匀 然后很软 非常棒的一个刷子 这是82号刷子 然后这三支刷子 我都非常喜欢 然后非常推荐给大家 剩下我还入了那种小的眼影刷和晕软刷 那个没有什么太大的 就是和其他的刷子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所以就不给大家推荐了 然后这三支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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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的刷子 我之前从来不大会买就是贵的刷子 比如说Mac的 Mac G Cops 包括走Eva的 就是我可能单独就买那么一支两支 然后大部分都是从淘宝上买那个 河北仓州的刷具 关于河北仓州的一些刷具的分享呢 就淘宝刷具分享呢 我可能会单独做一支视频 但是我的刷具呢 也不是非常多 就是有很多YouTuber分享刷具的时候 他们的收藏是非常惊人的 所以我的收藏比较少 就可能帮不到大家 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呢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好 这就是三支刷具 接下来呢 是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是Covergirl的睫毛膏 这个睫毛膏有多好用 就是全部YouTuber都在说 我就不得说了 我就是YouTube made me buy 就有点糟糠气的感觉 就是我一直觉得它好好用 好好用 但是我就想不到单独拎出来 给大家讲它特别特别好用 对 这次终于终于 想起来了 一定要告诉大家 就是这一款睫毛膏 非常非常非常好用 我之前有一支睫毛膏大赏 就是我说了我大概134支睫毛膏 那个时候 我刚刚拆这个 还没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使用感 之后 它比里面任何一支都好用 这现在是目前为止我用过最好用的 就我之前用过的睫毛膏呢 链接我也会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去看 就跟上面13-14支睫毛膏 比起来这一支真的是 性价比最最高 最最好用 我最值得回购的一支 它比我之前一直推荐的 美宝莲的黄胖子要好用很多 接下来呢 它是这个卡绰斯的遮瑕 卡绰斯的遮瑕 我买了这个普通的这个遮瑕膏色 然后这个红色 红色的 然后还有这个绿色的 因为我这个嘴周围呢 非常需要遮 就是有 现在也能看见有痕迹嘛 就是是我前一阵 就是体验的时候 留下的绿色的 我就本来只想买这一个 这个就是绿色的是遮泛红的 黄胖子的指纹嘛 它非常非常好用 它比那个NYX的 那个六色遮瑕盘要好用 它的质地呢 是非常非常厚重的质地 就是它的遮瑕力度非常好 然后并不是那种软糯的质地 就是在质地上 可能很多人并不是很喜欢它 但是它的用量就是非常绳 只需要就轻轻用手指 站一下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这样圈一圈 然后涂好几遍并不需要 然后遮瑕力非常够 然后这下效果非常好 价格也非常便宜 就是有这个 谁会在想买那个 就是比如说 Urland Decay的那种 有色的遮瑕膏 就是现在非常流行 这种各种颜色的遮瑕膏嘛 然后我觉得这种膏状的是 我最推荐给大家的 如果是管状的 就是稍微稀一点的液体的 遮瑕膏的那种 那种吧 我有nex的 然后 其实使用感上来说还是管状的好用 因为它比较稀 比较服贴 然后上妆的 效果比较好 但是这个遮瑕度够 所以我最近呢 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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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用这一款的 这一款是Cartus的新品 如果大家合适的本地代购 美国应该是只有奥塔卖 然后德国是有很多贵嘛 就是所有的普通超市都有贵 原来西亚那边 然后也有贵 我就是请大家找本地代购买 因为这个 这个是新品 可能很多还没有上市 好 最后一样东西呢 我要说的呢 就是 H&M的眼影膏 这个眼影膏是我上上周的时候 然后去法国发现了 然后就抓紧补货 其实我在国内已经拖了我的额袋买了 但是我在法国逛街的时候看到了 那买两盒又又怎么样 就是太好看的颜色 就是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叫做Head of the Moment 而且 显色力度也很好 是不是 超好看 就特别橘橘的颜色 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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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 然后我入的这几个颜色呢 我都非常喜欢 这个是Countours Countours这个颜色呢 是传说中 Tom Ford的眼影膏的评价代替版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 一直以来大缺货的眼影膏 然后我也终于买到它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Chaper Chaper呢 这个颜色呢 就是很普通的眼影底膏的颜色 就它有略微的闪片的一个 香槟 稍微偏金色的一点颜色 然后也非常非常好看 每一个我的无敌剧喜欢 Chaper的这个颜色 这个没拆 也不给大家试色了 对 然后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Head Off 请大家如果看到了 一定要买 而且它价格比较低 低嘛 大概是 6到7欧左右 所以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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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推荐大家买 就算是大家 就是不化眼妆的小伙伴们 就是请 请买来尝试一下 用它轻轻涂满整个眼皮 然后再用眼线胶笔的眼线 把它暈染开 做一个简单的键层效果 再刷眼线液 你的眼妆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看 好 今天的爱用评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这支视频 记得帮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就这样啦 拜拜 拜拜